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制作一道道佳肴端上桌 因此大部分的供品都可以吃 借此展现基隆人对老大工的前程敬意 最主要的三连桌的看生的部分 有西食 有和荤食 素食跟西洋 然后两列占卜 那以往的话 就是大概有几年都是请 我们基隆的谢文章老师来布置 那今年的话 我们请的是我们在地的一个板斗的师傅 是在地的 然后我们看到的话 就是恢复比较传统的豪华式的板斗的形式 来做一个主题的延伸 那你现在看到的 其实大部分除了那个 那个捏面的那些西偶之外 大部分是可以吃的 而且我们的师傅就在里面 他就是在看天气 硬天气的情况 因为这个供品的话 夏天天气很热 他会坏掉 所以他是在四五点的时候 看天气的情况就一道一道加热上桌 所以这个用心我想老大公都能够感受得到 这大概是我们今年一个很大的突破 中原普渡法会结束后 紧接着进行跳钟馗仪式 这是中原祭中最神秘的仪式 由道长开坛请神护体 手持法器 再武方用力拍打 借此告知好兄弟们 祭典已经结束 不要再逗留此处 俗称普后压姑 另外中原普渡法会现场 还有指扎的大师爷今生坐镇 亲面獠牙的大师爷 在好兄弟分享共品时 负责维持普渡秩序 普渡后 则会跟着所有祭典指壶祭品 一起火化升天 象征带走厄运 记者张旗腾金融报道